A大家好,这是Cynix,为了再来I-Sung Chimera Squad的游戏抗士兵 我们上一期应该是把Grey Phoenix的一个任务做完之后 是解锁了它应该是最终的一个主身任务 但是可以把这个阵营给捣毁 还是按照之前的一个计划 就是这个主身任务我们尽量拖着 直到给它拖成一个critical 这类似于是变成一个紧急任务不得不做的位置 之前还是尽量去做一些支线去提升我们部队的等级 总之是这么一个样子 上一期我应该是把这边给冻结了 等于是这期做这个边这个任务 这是一个可以奖励我们科技研究速度的 有些人idol但是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基地内就是没有事了 看一下这边的物品 我是把Terminals给换出去 再把Terminal换回来 因为它现在是需要升级 其他的什么呢 这边给了个毒子弹 然后一个bubble grenade 是等于是做些做控场 这个毒子弹呢 是我给一个grip的话 等于是它手枪可以是开火两次 应该也算是有一个不错的输出 其他人的东西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好 直接出任务了 又是一个撤离任务 这也是应该算是这些任务中最比较难的一种 Bridge的时候是 还不是Bridge 这是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 有防御是吧 但还是这么一个样子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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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脸前这个人是VIP吗 还是一个什么 看下敌人有Hitman 啊 有个Berserker 但离得好像比较远 嗯 这个Domitor 我可能 几率比较低啊 还有faceless 还有个bomber 他是9点血 这个人是10点血 我觉得还是打 这个击杀几率最高 这个目标 后续人呢 可能要把那边那个dominant给 集火一下了 虽然说命中比较低吧 屁股朝我们 屁股中枪了 82 你有4点血 我可以直接吐痰 这样你就死了 这边呢我可以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他已经快死了 他朝我们攻击 攻击就攻击了 这个是谁 这是berserger 还有faceless 可以打下 hitman他被削弱之后呢 是可以 这等于是能进入一个下一次击杀的一个范围 他还有一个毒子弹 其实也还好 这样看一下 这边有三号会被毒死 四号毒不死 可能需要先把四号打掉 这边由于是只有一个incounter 我所有技能就是进入开 看下三号死了之后 你还会动 三号死了之后是五号 五号我上去打死 打死之后是要去打七号是吧 其实我在想 敌人的AI的话 五号应该会逃跑 也不是说逃跑 总之他会先移动 拿到一个掩体才超射击 所以说我可以用 利用ccs直接是把五号给打死 这边是100 然后挖128的暴击率 所以说可以先不用管五号 之后是先去管七号是吧 而且我之前 由于是alpha strike我的移动也很广 可以先去打七号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要打人质 你是12号 我可以在11号的时候给人质掏个盾 这样你就安全了 12号可以不用管 10号跟等于是这两个目标 帮门的话 7号 1234 我在想这边的sky shot能不能打到 应该是达不到的 这两个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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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mor离得有点远 我原地设计的 可以先暴击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打这个去吧 没有打死 嗯 你先往前跑一跑 叫你这边没有打死的话呢 总是还是要再利用CCS 当然有一个问题是 Face this攻击距离好像是三格吧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这边离他三格的位置都能被打到 所以说也不一定说能打死 我可能还是要把他打死 但我要回到2的身边去 确保我这个CCS可以发动 你的话就先不管了 这边93 嗯 这次是爆了一个10点的伤害 看一下2号 你要是聪明的原地射击 你要是不聪明 就要跑跑 看一下现在Claymore 刚才看他离得比较远 需要2号跟3号把4号 这个还是有点有点难的 我估计我也是够不到 我要先 我可能会team up一下 然后呢 team up之前我先往前传送一下 其实按照这两个人的一个技能组合来到 我觉得可能之后我要把Claymore放到第一位 他毕竟他的输出的这个循环中是可以让敌人是直接是Rapture 应该会更好 我可能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Berserker就没有没有办法了 伤害是不够 真的不够 真的不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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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1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攻击值打了一点伤害 这个bomber是有不怕手雷炸吗 还是一个我没有理解的东西 这个有点有点问题 我可能要team up 这样bomber我估计就是留给tork了 这边的我本身想法是直接给他炸残 然后直接能打死 现在打不死 我可以再扔一个 你在打人质是吧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好像是一个毒的东西 我有点好奇 我想知道这个bomber他就是不怕炸吗 怕炸呀 哦他有什么一个blast plating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之前 应该之前在二代那个heavy的一个技能 像什么grenadeer的一个技能 是降低爆炸属性 但是只打刚才只打了一点伤害 这个真是有点有点太强了 Berserker要动 我觉得可以让Berserker呢去 呃等一下 人质在这个位置 他不会朝着我冲吧 我可以试试 希望往这两人冲 如果是冲着我的话 那也是没有事了 把CCS 然后会把自己这边也炸到吗 会炸到 我是有想到 我是想试验一下 像Berserker怎么炸了这么多血 刚才发生什么了吗 Godmother被拗不对 刚才是触发了一个CCS 好吧 这样可以做什么 这边是可以 应该都可以打掉 看一下命中是100 100 然后我想把你的掩体 你这边应该是一个全掩体 这个东西算一个全掩体 我看看你能不能 跑过来 或者是跑得更远 跑得更远 但是应该会没有掩体了 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有免费的上弹 然后现在可以做一下实验 假如说这两人都打死的话 我这边这个step up 技能还是没法发动的话 应该就是说 这技能的组合是有问题的 这两人都打死了 然后 没有上子弹 就等于是这个技能是完全跟 这两个技能是没有互相 不互相影响的 接下来呢 是 三号 三号跟四号 我再想 六十三 这个几率有点 是你的几率吗 你有motel 但是我觉得先不死了 七十 八十七 这只几率最高的 绑住 我猜可能是最后一个人 被杀死后吧 才会来圆军 先给VIP来一个盾 还是说第一个回合 结束后回来圆军 等于是第一个结束 第一个回合结束后 会有圆军 但圆军的位置 依然是不太好 两边是flank 是吧 Clymore移动不好 直接让你大使 这边我觉得可以 我希望这边 可是我希望你下次一个蓝色行动 是可以直接过 逃过去 你的话呢 直接松绑 往前走一点 还是要拿炎铁 不拿 于是炎军来了 会 还是 省下子弹 用省子弹吗 其实 还省下子弹 我记得是用很多子弹的 所以你的子弹平常的话还是省下 其实现在它变成12的移动后 看上子这个移动还是还还还不错啊 你先跑一下 然后再给Godmother一个盾 这样 O弱是没有 CCS会发动吗 不会 Heading out 位置不太好 而且这次一下来三个援军 有没有血是满的 没有更新吧 嗯 我觉得还是先撤离吧 虽然说是可以让这个Bomber是不会打我弧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火力是够 不太对啊 Bomber是不怕炸是吧 2号 现在血量是更新了 等1号把2号打死 或者说你在Godmother身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有人被flank吗 你被flank了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总是先把这个敌人先削弱一下 呃 移动一下吧 为什么没有CCS 刚才发生了什么 没有子弹了 7号就先不管了 8到12 我还是要打 哦 他是有wrapper效果 第一个手雷只有两点伤害 嗯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Bomber的话 我觉得可以 没有问题 先让 这个Motau应该是不会中 不会中毒吧 还可以Lightning 撤离 然后你把 他给拉过来 哎 这 还好是有一个额外的行动 你就不能拉到这个地方吗 我身上有盾 所以是不怕 敌人的手雷不会马上炸掉 这个图标好像是一个烟雾的图标 51是很难打死 11等于是要肉一个高伤害在暴击 我想看一下这个东西 等于是刚才这个那个同行是 我其实应该再仔细看下那个桶的 那好像是有 上面有一个防毒面罩的一个图标 是的 哈哈 哇 哇 神是惊艳的是出来了 然后 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你的经验 是做任务跟击杀 是都有的 现在就是我们部队 就是攻击很强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击杀 所以说生计也是慢 但是你一个防御性的人 真的很难获得击杀 这只能是慢慢升级了 这边 我的科技研究应该是都完了 刚才是 Verge 还是在获得20%额外经验 我不太清楚 如果这个20%经验是只影响你的击杀经验 还是说 也能影响任务经验 我感觉我已经有了20% 应该 这20%也不多 可能 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要那么好使 这边 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 看一下 没有需要使的 恐慌都控制得很好 这边是4天的CD 没有必要使 等于这边 随便用一下 我不会把这么快就就变成了Critical 黑市 一点的假 感觉不是很 有必要吗 可能我有一个 但是我发现好像我不怎么使它 这个Gripper就是太多 好像我现在是三个人都有 别的应该是 应该是没了吧 应该是没了 前面看一下 好像也是没有 有Dark Event吗 好像是没有 等于是三个Encounter 然后是没有Dark Event 看一下情况 之前我记得好像是一些主线 当然这个是主线的 就是一个阵营的最终任务 所以可能更强一些 那之前给我感觉就是一些 主线任务的一些 非最后一步吧 可能虽然是有三个Encounter 但是没有想中的难 之前应该是 前一个是应该是 那个Secret Court 好像他最后出了一个 一个Gatekeeper 还有他的阵营领袖 总是这两个人加一起 确实是比较难 当时我也是对 可能游戏人物的技能 包括各方面 都不是特别的理解 所以说可能也是有点难度 现在的话 我这个小队 我觉得把Cherry换成Terminal 应该是输出跟一个续航 应该是都能得到解决 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的 这样这期我看一下 虽然时间有点短 但是这个主线应该会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还是截出去吧 把这个主线呢 是单作为一个单独的一期 来去一路 这样这期呢 就先录到这了 也是下层喜欢 我们下期见